中秋節就要到了 當師兄的豪安社區為了給領培 提早感受過節氣氛 這天特別邀請老師來跟領培做力道碰 為暖米到寶仔和送入去行路 都由領培請煮當手完成 雖然大家都是第一次做 不過都做到有模有樣 老師帶到領培的暖米粉 準備要來做好吃的力道碰 中秋節就要到了 為了讓領培感受到加這個氣氛 當師兄的豪安社區是邀請老師 跟領培當手製做力道碰 雖然說是第一次做 不過每個領培都做到有模有 看到新品行後出爐 每個領培都覺得很有新主感 今天我們這個活動中先住這裡 做這個力道碰 做這個大家 我們這裡大家很開心 做的是很讚 我們希望我們繼續做 我們繼續做 這樣 這個力道碰是誰 還是 又檢討說 我八十五老師 叫我們今天要做這個問題 這樣 我們今天就是 來這裡 老師教我們做力道碰 我們這裡大家都做得很開心 吃得也有夠開心 讓我們這裡的老伙子都幾乎 這樣 什麼事情都會想做 這樣 頭腦比較不會熟 這樣啦 讓我們黨頭腦 還會想做 當作師 老師在教都不一樣 讓我們都幾乎很多行 這樣 你今天吃你自己做的力道碰 吃起來的氣味什麼樣 吃起來真好吃 大家都吃得很開心 笑的味道 這次所做的力道碰 為暖米粉到包啊 都是射出中間 親自當手來完成 考慮到傳統力道碰 都會加到豬肉 做成健康上的負擔 老師也特別調整阿療的配方 希望讓中輩吃到味道又健康 因為中秋節快到了嘛 然後社區就是安排這個 做力道碰的課程 讓長輩們先體驗一下 過節的氣氛 那個綠豆碰我們是用那個 無水奶油下去做皮 然後包健康的綠豆餡 我們是用油酥油皮 這樣子包起來感捲 讓他們長輩自己 從頭開始做起 然後他們都是第一次做的 也做得很漂亮 他過做力道碰的過程 讓中輩感受到過節的氣氛 也就著這個機會 不用他們身體多重的能力 大神驚慢失靈的目的 記得你們方別 對柴晃不動 在柴晃不動 在柴晃不動 那些責任